给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消费税的快艇继续乘风破浪 我们继续来学习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在这一讲呢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 说到委托加工就不是单方面的事 一定会出现委托方和受托方两个方面 在这呢 我们首先呢 要把握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特点 或者说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被称作消费税的委托加工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计税规则 消费税所说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指的是由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受托方收加工费带电辅料 具体来说呢 就是委托方他自己去买原料主要材料 然后交给受托方帮他加工 受托方呢 要向委托方收加工费 同时受托方可以带电辅料 当然带电辅料的费用也要向委托方收回来 但是受托方呢 不能去买原料主要材料 所以委托加工要符合的条件 就是给大家画的这个图示 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受托方收加工费带电辅料 加工完了以后 受托方进行交货把成品交给委托方 凡是符合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委托加工条件的 加工出来的消费品的消费税纳税人 是委托方而不是受托方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 比如说 这个受托方自己去买原料主要材料了 然后帮着委托方进行加工 或者受托方把原料主要材料卖给委托方 再让委托方拿过来帮他加工 或者受托方以委托方的名义去买原料主要材料 帮委托方加工 都不符合委托加工的条件 委托加工的条件就是 委托方自己去买原料主要材料 交给受托方 让他帮着加工 受托方收加工费带电辅料 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加工出来产品的 消费税的纳税人就不是委托方了 而是受托方 所以我们一上来就给大家强调 消费税委托加工的条件 你只有按照这条件去卡 符合这个条件了 消费税的纳税人 我们就能确定下来是委托方 不符合这个条件了 消费税的纳税人就是受托方 在这里我们用单选题来强化一下 刚刚讲过的知识点 委托加工的特点是什么 选项A 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受托方带电辅料并收取加工费 这是正确的 选项B 委托方支付加工费 受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这个不正确 受托方你不能够去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你要提供了 你这就不叫委托加工了 叫做你自己生产销售 你的自产消费品 选项C 委托方支付加工费 受托方以委托方的名义 购买原料或主要材料 这个也不符合咱们消费税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条件 接着选项D 委托方支付加工费 受托方购买原材料或主要材料 再卖给委托方进行加工 这个也不符合消费税 委托加工的特点和条件 所以正确的选项只有选项A 在这里给我们考生一点提示 符合委托加工条件的 那么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 消费税的纳税人是委托方 而不是受托方 说到这儿 有的考生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会发现 委托加工在这个前提之下 加工环节是在受托方的 是受托方在加工 加工出来产品 然后向委托方交货消费税的纳税人不是受托方 而是委托方 那有同学就想不通了 说为什么符合这个条件的 委托方就是纳税人呢 所以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下法理 由于符合委托加工条件的 原材料主要材料都是委托方 他自主去选择购买的 加工出来的产品 所有权支配权也都属于委托方 所以从法理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视同也就是看作 就是你委托方自己生产 虽然加工环节不在你内里 但是原料主要材料都是你买的 加工产品的所有权支配权也属于你 所以看作像你委托方生产的一样 委托方就成为消费税的纳税人 关于这一点 我给大家一个相关的链接 是链到增值税那里 在增值税那一章的43页最下面一行 到44页最上面一行 就是纳税人如果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等等 那里会涉及到视同销售 我为什么在这里突然谈到了增值税 是因为你看将自产委托加工 那个自产委托加工是平起平坐的 从税法设计角度来看 很多种情况下 自产和委托加工都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在这儿 由于原料主要材料是委托方提供 加工出来的消费品的所有权支配权也属于委托方 看作和你自产平起平坐 因此委托方就成为消费税的纳税人 而受托方呢 他只是承担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就我交货的时候 我收加工费 另外多收点钱 我是带税务机关去收 带你纳税人去交这消费税 起一个税款的传递作用 这是受托方的责任 但是如果受托方是个人个体户的 自己的税都算不清 你就别给人家代收代缴税款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正常的委托加工呢 是加工结束的时候 委托方在提货的时候呢 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税款 委托方成为真正的消费税的纳税人 税款是由委托方交由受托方 再转给税务机关的 那么在这里呢 就意味着委托方啊 他提货的时候税已经通过受托方交给税务局了 委托方把这个消费品拿回来以后 直接销售的 也就是不加价 他就销售了 没有加价就卖了 不用再交消费税了 这是我们后续要谈到的 但是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如果受托的一方是个人个体户的 他自己那个核算能力有限 税务机关就没有让个人个体户去代收代缴消费税 在这种情况下 委托方啊 你就别把税交给这个个体户转给税务机关了 而是委托方自己去找税务机关申请拿税了 好 接下来我们大家呢 在这里把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计税规则 认认真真的梳理一下 在这儿我们大家看委托方受托方两个方面 委托加工的条件 刚刚说过 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受托方收加工费 带电辅料符合条件的 才是我们消费税 税法口径的委托加工 再有就是加工和提货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的税种 从委托方角度来看 由于他要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 他买这些原材料的时候 委托方就有了增值税的进项税 他向受托方支付加工费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是咱们原来传统增值税 他管辖的范围 所以他支付加工费 那么这个委托方取得增值税装发票 付完了加工费 他也会有增值税的进项税 另外 由于符合委托加工的条件 委托方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的纳税人 然后我们大家再看寿托方 寿托方他需要带电辅料 所以他购买辅料的时候 寿托方有增值税的进项税 他向委托方收取加工费的时候 寿托方就有了增值税的销项税 有加工费这块 寿托方有销项 他的销项构成委托方支付加工费的进项 接下来是关于委托加工消费税的纳税环节 是在委托方提货 寿托方交货这个环节 具体来说呢 委托方是提货的时候 由寿托方代收代缴委托方的消费税 但是寿托方是个人个体的 自己的税还算不清呢 那个就别代收代缴别人的税了 那么对于寿托方 没有代收代缴委托方消费税的 比如说寿托方他违规了 他没有按照规定去代收代缴消费税 或者寿托方他自己 就是个人个体货 他没资格代收代缴的 那在这种情形下呢 委托方呢 你就不能推卸你的纳税责任 那就收回应税消费品以后呢 委托方自己去缴纳消费税 所以正常是代收代缴 特殊的就是回来自己交 从寿托方角度来说 是他交货的时候 要代收代缴委托方的消费税 如果他没有履行代收代缴的义务的 就等于违反了税收征收管理法 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 税务机关发现你寿托方没有代收代缴消费税 那么税务机关呢 是向委托方去追交税款 而对于寿托方没有履行代收代缴责任 所以要对寿托方处应收未收税款 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这里如果寿托方没有履行代收代缴的责任 税务机关如何处理属于高频考点 考过太多次了 这种情形呢 有的时候是在客观题里问你 更多的情况下是在主观题中问大家 在这还要提醒大家 这里出现的是代收代缴不是代扣代缴 在第一章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代收代缴和代扣代缴 它一字之差 但是代收代缴呢 是寿托方在收款过程中 你看寿托方收加工费 然后另收一笔委托方的消费税 然后它转给征收机关 所以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出现的是代收代缴 接下来我们再看 代收代缴消费税以后 委托和寿托双方 他们该如何办 首先 委托方他在提货的时候 已经由寿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了 然后他拿到这些消费品 以不高于寿托方计税价格直接出售的 也就是他对外销售的时候 没有超过这个寿托方计算消费税时的那个价格 他就不用再交消费税了 如果他高于那个计税价格了 高于的部分还是需要交消费税的 那高于的部分体现出来的就是按照规定申报缴纳消费税 也就是按照他对外销售的全部金额 我们要计算 同时准与扣除受托方已经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换句话说 就是把超出代收代缴以上的部分 也就是他加价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的消费税计算出来 由委托方向税务机关缴纳 如果委托方他收回了委托加工的加工好的消费品 也被代收代交消费税以后 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消费品连续加工 然后对外销售的 在出厂环节还是要缴纳消费税的 同时符合规定的可以按照生产领用量抵扣 他委托加工被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这个当然只限于规定情形 我们后面要提到限于九种情形 那么在这儿呢也体现出来 加工以后的消费品拿过来 我连续加工再进行销售的 实质上符合条件的 是按照加价的部分再收消费税 然后再看受托方 受托方代收了消费税 要及时的解交税款交给税务机关 如果他收而不交 甚至于用欺骗隐瞒等手段 然后把这个税藏密起来 那都属于严重的违规 按照征管法的规定要给予惩处 接下来呢就是具体的受托方 代收代缴消费税 如何进行计算的问题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我们需要按照受托方 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 来计算消费税 大家要注意刚才我们说了 符合委托加工条件的委托方 是这个消费品 消费税的纳税人 但是在计税的时候 却要去找受托方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 因为呢 我们那个整个的加工环节 是放在受托方 来给委托方加工的 往往受托方他有同类的消费品 如果受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的 那就需要用公式组成计税价格了 由于呢 委托加工计算应交消费税啊 这个知识点几乎是每年必考的内容 所以呢 委托加工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 是要求我们考生掌握的 在这儿我们看 实行从价定律办法 计算纳税 组成计税价格公式 因为消费税 在计税的时候 有从价定律来计税的 有从量定额计税的 还有复合计税 在这儿呢 从价定律 依从一定的金额按照比例税率 那我们组成计税价格的时候 用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如果实行的是复合计税办法 又从价又从量来计算纳税 组成计税价格的时候 是用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再加上消费税的定额税 就是委托加工 这个数量乘上定额税率 算出来委托加工的 这一部分消费税的定额税 再去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所以这两种组价呢 就是复合计税组价 和从价定律组价呢 相比较复合计税的组价呢 在公式中增加了一块定额税 接着呢 我们再把这个公式中材料成本 和加工费的含义搞清楚 我们先看材料成本 指的是委托方提供 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 如果加工合同上呢 没有如实的著名材料成本的 受托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还有权核定其材料成本 这个就是防止委托方 故意在合同上不注明 然后说你代收我那消费税的时候 我那个材料成本没有 那你是不是就不收了 或者说给我收少点税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 受托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有权去核定这一部分 材料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材料成本实际上 指的就是委托方提供原料 主要材料的成本 不含增值税 加工费呢 指的是受托方 帮委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 向委托方收取的全部费用 这里的全部费用 包括带电辅料费和加工费 因为受托方替委托方带电辅料 也会向委托方收钱的 那么收回来的这个钱 也要放在这个加工费中 同时注意 加工费是不含增值税的加工费 好 接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个例题 某高尔夫球剧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接受某俱乐部委托 加工一批高尔夫球剧 俱乐部提供主要材料 不含税的成本8000元 球剧场收取的是含税加工费 和带电辅料费2808元 大家看清楚 材料那是不含税成本 结果呢 那球剧场他收的那个加工费 可是含税的 球剧场没有同类球剧的销售价格 假定消费税的税率 高尔夫球剧的是10% 请计算适用的组成计税价格 在这儿我们就要用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用这个公式来组价 如果加工费它是含税的 我们就需要做价税分离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看组成计税价格 用不含税的材料成本 加上不含税的加工费 题目给你的2808是含税的 除一加17% 换算成不含税的 然后除一减消费税的税率10% 这样就把消费税也组到价格里了 组出来的价格就是含着消费税 但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因为消费税是价内税 它就应该在价格里 而增值税是价外税 它就不应该在价格里 如果呢 委托方在提货的时候 受托方没有代收代缴 委托方的消费税 那委托方也不能说 这税就和我无关了 委托方还是要补交税款的 那委托方补交税款的时候 又依据什么来计算呢 如果委托方他提货的时候 受托方没有代收代缴 他的消费税 委托方把提货的这些消费品 对外直接销售了 就直接按照他对外销售的销售额 或者销售量来计税 用不着组价了 如果委托方呢 他提货收回来的应税消费品 他还没有对外销售呢 他还放在仓库里 或者他连续投入生产使用了 那在这种情形下 你就找不到他直接对外的销售额 就要按照下列组成计税价格 来计税补交消费税 那委托方补税的时候 他组成计税价格和刚才售托方 组价公式是一样的 按照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如果是复合计税的 再把消费税的定额税 放在这个公式中 接下来呢 是关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在组价计算应纳消费税时候的一个难点 就是材料成本的确定 咱们税法考试呢 在有些地方会和会计的一些内容 有一些交集 有一些考生呢 如果他之前会计基础没有的话 完全没有的话 所以到这来呀 就需要呢 用点心 把之前所缺的这块会计基础呢 给补上 那在这里我们就要看材料成本 从会计角度来说 那成本计算也有他自己的规则 那在这我们看 刚才公式中 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的那个材料成本 怎么确定呢 委托方提供的材料成本 它是属于不含增值税的 那个成本 增值税价外税不在成本里 但是这个成本中包含着 采购材料的运输费 当然这运费也是不含可抵扣增值税的 增值税加外税 所以含运费 包含采购过程中的其他杂费和入库前的整理挑选费用 这是我们会计核算口径 在说材料成本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 都说这成本呢 就是你那个采购的那个买价 然后采购你运回来 你还有运费 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杂费 入库前的整理挑选费用 但是这些费用呢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就构成了你这个材料的成本 那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来看一下材料成本 我们要把握到什么程度 17年3月 甲石木地板厂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免税的木材 税务机关认可的收购发票上 注明金额100万元 另外呢 他还支付了采购的运输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运费金额2万元 如果增税专用发票上说运费金额 或者货物金额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这2万元 将该批材料作为主要材料 移送移企业进行委托加工 那么组价工事中的材料成本 是哪些金额呢 在这里给了你好几个数字 首先呢 我们看到他收购的免税木材 收购免税木材呢 咱们需要计算抵扣增值税的进行税 按照税务机关认可收购发票那100万元 乘13% 作为农产品的那个进行税 因为地板厂不属于核定抵扣增值税进行税的 我们还是凭着发票成个13%的扣除率 之所以在这里我强调13% 是因为这是2017年3月 2017年7月1号以后 我们收购农产品 我们城内扣除率就不是13%了 咱们现在改成11%了 但是呢 由于我们教材 它是定位在2016年年底的政策 所以呢我们大家呢 就不要去过度的 为这个2017年7月1号以后的改革 而担忧 说你看后边又改革了 你就把握好教材给你的要求 考试的时候呢 你就按照实体重就 程序重新的原则 这是第一章讲过的 如果是2017年7月1号以前发生的业务 你就按老政策嘛 在这你看2017年3月 所以呢扣除率还是13% 算出来呢 有13万是进行税 100万中扣完13万进行税 剩下的87万 要计入采购成本 同时支付的采购运费 不含增值税的2万 也要计入你采购材料的成本 都和你采购材料 直接相关 因此 组价公式中的材料成本 就是农产品用100万成13% 刨除了这个进行税以外的87万 再加上2万的运输费 89万就构成了组价公式中的材料成本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2014年 在这里考过的一个真题 假企业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1月外购了一批木材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的价款是50万元 税额8.5万元 这点呢 50万元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另外还有税额8.5万元 将该批木材运往一企业委托加工 募制一次性筷子 取得税务局代开的小规模纳税人运输业的专用发票 著名运费1万元税额0.03万元 他还支付了不含税的委托加工费5万元 假定仪企业就是受托方 没有同类产品对外销售 木制一次性筷子 消费税率是5% 那仪企业当月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是多少 仪企业就是受托方啊 要代收代缴 假企业的消费税 他又没有同类价 只能组价呀 那么在组价的时候 我们大家呢就要看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除一减去木制一次性筷子 那5%的比例税率 这个公式中比较难判断的就是材料成本 材料成本就这个题目来说 它包含了 他购买材料的不含增值税的买价 和不含增值税的运输费 由于他不是直接去收购农产品 不是计算抵扣镜像税的 而是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票 我们平票抵扣镜像税 那么增值税专票上写的不含税的50万的材料成本 和1万的运费加在一起51万 就是他的这一批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材料成本 加工费5万不含税是题目中给你的 所以51万加5万出一减5% 就组成了他这个增值一次性筷子 委托加工的寄税价格 再乘上5%的消费税税率 就算出受托方一企业当月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了 接下来呢就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在提货的时候 已经由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了 委托方呢把消费品收回以后 假定是已不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对外直接销售的 大家注意直接销售这个概念呢 他指的就是他销售的时候的价格 没有超过受托方计算消费税时的那个寄税价格 这才叫直接销售 如果高于了不能叫直接销售 所以这里的直接销售是有特殊含义的 那也就是说委托方呢被代收消费税以后 把消费品呢已不高于代收消费税的那个价格 对外销售的 他不用再交消费税了 如果他加价了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 他对外销售了 实际上是让他补交他加价那一部分的消费税 而咱们税法的表述呢 没有说让你补交一块消费税 而是说要计算应该缴纳的消费税 你整体要交多少 并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 抵扣该消费品委托加工环节被代收的消费税 也就是针对你整个销售全额来算消费税 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减掉被代收的消费税 体现出只对差价的部分征消费税 这种对差价部分征消费税 必须是符合条件的前提下 如果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经交过消费税的消费品 他没有对外卖 而是连续加工应税消费品的 然后加工完了消费品 再对外进行销售 就要按照他加工完了以后 那个新的对外销售的消费品来计算消费税 同时为了避免消费税的重复征税 平衡税负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 可以按照生产领用量 把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 已经交过的消费税 从他对外销售的新的消费品应那消费税中 去扣除 这种扣除也必须是符合条件的 消费税的扣税 我们后面要提到有诸多的限制条件 好 接下来 是关于进口应税消费品应那税额的计算 这部分内容几乎年年考 进口环节 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的混合计算 是属于高频考点 所以这部分内容也要求我们考生掌握 进口应税消费品 是在曝光进口的时候 由海关代征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由进口人或者他的代理人 向曝光地的海关申报纳税 自海关填发 进口消费税专用交款书 之日起15日内缴纳税款 这个规则和咱们前面增值税 规定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海关填发的 那个专用交款书 之日起15日内缴纳消费税 缴纳增值税 规定是一样的 关于进口环节 海关呢 去代征消费税 也是需要组价计算 我们看一下 适用比例税率的进口应税消费品 一旦实行比例税率 就按照比例税率和一定的金额来计税 组价的公式是 关税完税价格加关税除 一减消费税税率 这里的消费税率 就是那个比例税率 因为这里我们强调就是适用比例税率前提之下 组价公式 组完了价之后 用这个价格乘上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就算出进口环节消费税的应纳税额 当然这里的关税完税价格 我们后面呢 在给大家讲关税的时候 要给大家讲到 那也是属于关税里的一个重点内容 在这呢 我们只是记一下公式 它本身的含义 我们后续再讲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单选例题 某外贸公司进口了一批小轿车 关税完税价格 折合人民币500万元 关税率25% 消费税率9% 那么进口环节应该缴纳的消费税是多少呢 我们直接套用刚才讲过的那个公式 我们要用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 怎么加关税呢 500万乘25% 算出来的就是关税 然后除一减9%消费税的税率 所以我们在这用500万乘一加百分之二数 这里一乘一 就是500万本身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500万乘百分之二数 就是加上关税的税额 除一减消费税的税率 就组成进口环节消费税的 组成计算价格了 再乘上消费税的税率 算出进口环节 它应缴纳的消费税 要选择选项B 而实行定额税率的进口应税消费品 就不用组价了 定额税率的直接就要看 应税消费品的数量 你进口了多少吨 多少升 然后乘上消费税的单位税额 算出应纳的进口环节消费税 另外呢 就是复合计税方法 复合计税方法 计算进口环节消费税呢 这个公式看着长 其实就是和比例税率 计税方法相比呢 增加了一个把消费税的定额税 加进去 所以在这我们看 是关税文税价格加关税 再加上消费税的定额税 就是进口数量 再乘上消费税的定额税率 把消费税的定额税 给它组到这个价格中 然后去除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组完价格之后 我们再用复合计税的方法 计算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我们用应税消费品的数量 乘消费税的单位税额 就是进口的这个数量 我们算出来进口环节 消费税的定额税 再加上组成计税价格 乘消费税率 也就是消费税的比例税部分 定额税和比例税算出来相加 算出进口环节消费税的整体税额 进口环节消费税呢 是由海关带征的 而不是进口环节 就是我们在国内正常的 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 那是由税务机关 目前来说是国税机关 来管理消费税的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题 某公司进口了一批粮食白酒 一说白酒我们就想到复合积税了 它的组价公式呢略微有一点点复杂 需要把定额税组进去 我们看它进口一批粮食白酒 一共呢1万瓶 每瓶500克 关税完税价格一共是20万元 关税率呢10% 计算其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我们需要组成计税价格 关税完税价格20万元 题目给你了 再加上关税的税额 那20万乘 关税率10% 这是关税的税额 再加上消费税的定额税 一共1万瓶每瓶500克 每500克呢是0.5元 消费税的定额税 然后去除1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我们就组成计税价格了 然后计算消费税 算消费税的时候 先把定额税的部分算出来 1万瓶每瓶500克嘛 每500克0.5元 定额税那部分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算比例税的部分 比例税的这一部分 是用组成计税价格 乘20%的比例税率 然后我们就计算出来 进口环节应该缴纳的消费税了 在这里呢给大家几点链接提示 首先呢就是进口货物 征收消费税和增值税之间的关系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呢 都是由海关代征的 我们强调是它代征 因为海关自身应该征收的是关税和传播墩税 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呢 都是由海关来代征的 第二呢是从价计税和复合计税 在组成计税价格的时候 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组价公式表述不一样 但是组出来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组成的计税价格呢 都是不含增值税 但含消费税的价格 第三工业企业进口环节 被海关征收过消费税的货物 一旦呢它进口以后 用于连续加工符合税法规定范围的 同税木的消费品的 消费税也会避免重复征税 因为你加工完消费品 一出厂销售还是要交消费税的 但是你进口环节交过一次了 而消费税纳税环节相对单一 这一点是我们前边跟考生们强调过的 消费税的特点 消费税的纳税环节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 当然不是机器上 而是生产 一出厂那个环节 但是那进口环节 是境外企业人家那个生产 我们没法对人家争 按照消费的原则 他到我们这来了 我们给他争了一次 那么避免重复征税 可以按照生产力量抵扣掉 他进口环节已经交过的消费税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消费税的快艇继续前行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